好,我们再举个例子 这是《法宝谈经》里面的一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 我们简单说一下 六祖曰,密在乳边 这个乳是六祖惠德大师的师兄 他那时候是在家嘛 他逃难,因为有人要追杀他 当时有一个师兄叫惠敏老法师 他走这条路啊 就是惠德大师这条路 他就追上去了 伦大师看咯 哎呦,有人追上来 肯定是为了一波嘛 他也打不过人家 因为他个头矮小 那个惠敏老法师出家之前是一个将军 四品将军 身材高大,魁梧 惠德大师就把这个一波放在一块大石头上面 他就藏在草丛旁边 这个惠敏老法师看到一波很高兴 就把他拉起来 但是呢,拿不动 拿不动,惠敏老法师一下子就醒过来 他知道 这个一波有护法神在保护 不是你的东西 你没有资格动它 换句话说,护法神在这边 把他压住 这个时候惠敏老法师他回头也蛮快的 他赶紧了 他也不知道惠德大师在哪儿嘛 他就很大声就说 我不是为一波来的 我是为来求法的 发自真心 是来向惠敏大师求法 惠敏大师知道 他是真诚心 就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 坐在石头上 这时候惠敏老法师就请惠敏大师给他开始 惠敏大师就跟他讲 行者 这个行者就是修行人 这是对惠敏老法师一种尊重 教他 行者不思善 不思恶 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明上座 因为他法号是惠敏嘛 上座是对他一种尊称 他在寺院里面出家也是很多年了 称他为上座 这个惠敏老法师一听到惠敏大师这么一问 他当下就回光返照 开悟了 所以他是惠敏大师 43个弟子当中的第一个开悟的 开悟之后 他再问惠敏大师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别的秘密 惠敏大师回答一句什么呢 就这里说一下 秘在乳边那 也就是说秘密在哪里呢 在你那儿不在我这里啊 请问在哪里 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诸法实相怎么办 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呢 找回来 要识得本心啊 不会用真心 他学习佛法 学一辈子 也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就拿惠敏老法师来说 他在五主人和尚会下 可以说修学那么久 都没有真正用真心 还是用三心而已 所以他学佛那么久 没有开悟 但是呢 他遇到惠敏大师 这个当下呢 他是完全用的真心 我们讲他缘好啊 也是跟惠敏大师啊 前世有缘 这一次呢 龙大师就帮他把真心之门打开 开悟之后 他就走了 从原路返回 到后面还有人呢 沿这条路追过来啊 他就跟其他的师兄就说 你们不用再追了 前面我看过了 没有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吧 这就救了惠敏大师一把 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存心 我们现在用什么心呢 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 我们用妄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好 念这句佛号 可以把我们带到西方净土 可以帮助我们呢 在临终的时候 见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 会带一朵莲花来 把我们呢 送到基督世界去 下面还有一句话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都是中文里面所讲的 几风雨 会的人 他就听得懂 不会的人 跟他当面讲 他也听不懂 那我们看了这几句古文大德的话 我们懂不懂呢 是懂非懂 如果不懂怎么办呢 就念佛 念阿弥陀佛 念久了 自自然而心清静了 心清静你就懂 古文大德的话 你可不要在那里想 这什么意思 越想就越怎么样 越偏离真相 第四评